台湾联合报4月16日发表社论指出 民进党当局对大陆又要骂又要拿 一旦大陆全面终结单方面让利的时代 台湾农业还剩多少底气 大陆商务部宣布 就台湾地区对大陆贸易限制措施 进行贸易壁垒调查 共涉及2455项产品 农产品是其中核心项目 大约两年前开始 陆方以食安检疫等理由 陆续暂停输入 台湾农与产品 但民进党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陈吉仲 除了以政治性语言抗意外毫无作为 一旦大陆全面终结单方面让利的时代 台湾农业还剩多少底气 两岸贸易长期处于不对等的状态 台湾多数农产品都可销往对岸 还享有简易快速通关等各项便利 才造就过去波罗石斑鱼等 九成以上外销都集中大陆 反观台湾对大陆筑集贸易高强 却从全球其他市场进口 根本完全违反世贸族之原则 尤其马英九十七签订 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后 台湾可说想尽大陆让利的好处 蔡英文上台前曾宣扬要废止的ECFA 上台后不仅概括承受 对大陆贸易依存度还越来越高 但明镜却又强调抗路保台 逮到机会便要羞辱丑化对岸 仅靠美国甘位马前卒 难怪IP又要骂又要拿 台湾长期对路设下重重贸易壁垒 但当对岸陆续暂停输入台湾农鱼产品 陈吉仲除了批评对岸政治操作 违反贸易原则 更动不动扬言要告上WTO 但从波罗到石斑鱼 最后都无声无息 农经学者出身的陈吉仲当然清楚 两岸间确实存在不对称贸易 但被不公对待的是对岸 真要讲法论理 台湾根本站不住脚 然而除以政治语言汇集外 陈吉仲对改善农业提升竞争力却毫无作为 以近日价格崩跌的波罗为例 民进党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 一再宣称已成功转移外销市场 事实上 过去台湾每年波罗外销有4万到5万吨 2021年路暂停输入 当年剩下不到3万吨 2022年更只剩2.1万吨 根本未转移原销路的数量 这才导致波罗价格只剩成本的一半 农民血本无归 至于因多次被路方查出 禁要残留而暂停输入的石斑鱼 当时不仅扯出业绩长期借牌 更被揭露多数养殖场未登记的问题 到现在解决了多少 未去划石斑鱼 民进党当局2022年下半年 还划数亿元新台币 补助各项斑斑斑吃石斑 没想到不久就因功后不稳 变成斑斑等石斑 这种只求解决眼前问题的做法 也难怪台湾的农业永远无法升级 除外乡无方 台湾够面临缺氮缺鸡 缺猪等供需失衡 民进党当局农业事务主管部门的解放 却仅受进口救急 此阶照应于长期政策失灵 一旦大陆不再对台让利 体制早已雷弱不堪的台湾农业会如何 真令人不敢想象